意外现场一片狼藉 停在路边的车辆几乎毁损 道路中间还有辆摆设车 停在路边的车辆遭到波及 还连续的撞在一起 车头和车尾都受损 尤其是最后的两辆车 毁损程度特别严重 这起重大车祸意外 发生在基隆七堵 一名二十多岁成姓男子 六日凌晨三点多 喝了酒开车回家 他从基隆市区上高速公路 到了五堵 开过了堵南街一个大弯道 却直接失控撞上临停车辆 导致有五辆车受损 本分局辖内发生酒驾造势意外 经远景道场 该造势驾驶已经送医 我们现场调查 驾驶系酒后驾车 插状路边五部汽车后翻步 经酒车值为0.82 全案依公共危险 移送基隆地建署偵办 男子闯祸后 躺在单架上 被救务人员推上救务车 喝了酒还开车 甚至警方也发现 他还是个无照驾驶 回到事发现场 还有好几辆车的车主 还没有把车领回 好端端的停在路边 也会无辜遭到迫及 成型男子不只要吃上行则 酒醒之后 还得面对这五辆车的 巨额赔偿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请优优独播剧场 请优独播剧场10